1946年 美国海军的物理学家麦克莱恩 在带着一群人导过刘化迁进炸引信 他发现这种引信对热量产生的红外线很敏感 将来也许可以用在空对空武器上 用来更好的打飞机 说起来麦克莱恩是个科学家而非工程师 他的工作是理论研究 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设计武器 他做的这件事连拨款都没有 全凭个人兴趣 是主动为建设资本主义发光发热 在他的奴隶工作下 1950年他终于搞出来了比较靠谱的样品 他设计了一种导弹 导弹前方放置了进炸引信 对热源敏感的引信可以引导着导弹追踪敌机 从而精准地命中敌人 当时的空战还处于机炮时代 麦克莱恩的发明摆在了美军高层面前时 真是给大家赶没让同屁股开了大眼了 美军高层立刻划播立像 直到1956年中期 世界上第一款投入实用的空对空导弹 AIM-9响尾蛇导弹由此诞生 但是美国人没想到的是 响尾蛇导弹的第一次实战 居然不是美国人自己使用的 1958年金门炮战开始 蒋匪空军为了对付解放军的歼武 跟美国申请了响尾蛇导弹并投入了实战 但是当时的响尾蛇导弹质量还不太稳定 在蒋匪发射的多枚导弹中 有一枚击中了我军飞机却没有爆炸 一路被飞机带回了地面 我军专家捡到这枚导弹后 立刻意识到这背后的价值 奈何当时的中国科研能力太差 对这种导弹的原理根本吃不透 彼时的中苏关系尚合 所以中国把这枚导弹移交给了苏联 当苏联专家们看到响尾蛇导弹时 也感到非常震惊 彼时的苏联人通过强大的情报网 已经知道了响尾蛇导弹的存在 但是居然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搞到实物 是苏联人没想到的 苏联工程师的头头索克罗夫斯基认为 这枚导弹简直就是一所大学 拿回国就开始紧锣密鼓的研究 很快 苏联的K13式空空导弹诞生 然后中国空军也装备上了PD-2 通过凯申物流这么一折腾 中美苏都拥有了空空导弹 运输大队长出心不改了说一说 但是 当这些导弹真正投入到实战的时候 大家发现 它的效果只能有三个字来形容 惨烈 在越南战争中 美苏的战机都大量使用了空空导弹 但当时的技术很不成熟 本来导弹发射出去以后 应该找最热的热源 结果很多导弹发射出去后 非常有上进心 直接他们奔太阳去了 从1965年到1968年 美国发射的175枚导弹中 只有28枚集中 命中率只有16% 苏联更惨 命中率只有12% 技术如此原始 美苏不约而同的开始研制升级 当然了 特格伯和中情局也少不了忙以忙外 因为两边都猥琐的想窥评 看看对方打算往什么方向发展 哦 小到这才发现忘了一句话 白号也让我们远远看 1930年 曼弗雷德·雷明格出生于德国 父亲是个瓦匠 虽然不算杀富裕人家 但日子过得也还凑合 但是 他运气很不好 他是德国人 但是他家却在东普鲁市 东普鲁市至于德国 就像是南京至于安徽一样 都被一个姓苏的夺走了 众所周知 1941年 希特勒带领的纳粹德国和苏联 发生了一点小冲突 而随着苏军的全面反攻 在战后对德国的处理上 斯大林需要发泄一下 自己的小情绪 所以 苏联直接把东普鲁市的 德国军民驱逐出境 把这块地搁给了苏联 让它成为了 现代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 在1945年 雷明格的一家 就这样被苏联人给礼送出境了 可是战争已经摧毁了 欧洲的一切 战后的德国也是一片断壁残垣 雷明格一家到处流浪 挣扎走了1200多公里后 终于在德国北部 一个叫克雷菲尔德 再继续定居了下来 因为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里居然有 还在运转的市政府 当地政府靠谱的原因是 1945年3月 美军第84步兵是 占领了此地 可是该师在此地的行动 很费劲 因为语言不通 部队行动受到严重影响 情急之下 市长下令全师 寻找会说德语的人 在当地成立行政班子 以配合部队行动 这时候 有一个因为被德国迫害 而逃到美国的犹太人 站了出来 这个小伙子 因为仗着德语熟练 和美军现役士兵的身份 很快成功融络了一批 跟纳粹关系不深的公务员 仅用了八天 就重建了行政班子 让当地老百姓 可以正常生活了 再之后 这个小伙子就跟着部队调走了 雷明格一家来到这里后 也不太可能知道 这个犹太小兵的故事 但咱们对这个犹太人 是很熟悉的 他的名字叫 亨利基辛格 虽然换了个地方 但雷明格加传的手艺没丢 靠着父亲的袜将手艺 雷明格很快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随后考入了克雷菲尔德工程学院 毕业几年后 雷明格成为了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 然后他的机会来了 在战后的德国 找个葫芦根的建筑 比找一包没有空气的手片都难 战后的德国处处在搞大基建 而雷明格赶上了这个风口 连续拿到大单 几年下来都赚麻了 靠着做生意挣的钱 本来就是个小袜将的雷明格 居然咸鱼翻身 过上了朴实物滑又枯燥的富豪生活 为了打发他无聊的时光 他开发了两个爱好 其一是飙车 雷明格有着丰富的汽车收藏 江湖外号西德小薰总 从法拉利到菲亚特应有进行 而且他还是专业赛车手 取得过两次冠军和一次亚军 但第二个爱好就比较特别了 雷明格跟曹操一样 酷爱沟的人妻 由于他又有名又有钱 所以在西德颇有艳名 这种行为简直是欧洲媒的日耳曼 缺德玩意儿 整个五六十年代 雷明格都堪称西德的男性公敌 可是时间久了以后 这两项爱好都无法满足雷明格了 到了1965年 花天酒地的生活雷明格过够了 汽车收藏不愿意碰了 勾的人妻也没啥意思了 空虚的雷明格找不到人生的新刺激 整个人彻底颓了 再这么下去 怕是大概率要洗白面呢 到了这个时候 雷明格的朋友兼司机 约瑟夫·林诺夫斯基坐不住了 雷明格虽然暗号很不靠谱 但他生活中对朋友和手下还不错 所以大家愿意帮助他 约瑟夫看着朋友日渐消沉 感到忧心忡忡 朋友有相邦之意 我不能这样看着你滑向吸毒的深渊 你这是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 不行 你得振作起来 你跟我一起给苏联当间谍吧 约瑟夫比雷明格大三岁 出生于1927年的他是个波兰犹太人 这个时间以这个身份出生在这个地点 大家都明白 他的命运应该不太好 但是 不幸中的万幸是 约瑟夫所在的这位犹太人 在不同的集中营之间被反复调剂 赶在纳粹下毒手之前被美军解救了 死里逃生的他回到波兰找亲人 但家人已经离散殆尽 亲戚虽然没找到 但波兰安全服务 倒是在1951年给了他一份offer 不知波兰安全部用了什么手段 反正约瑟夫从此成为了波兰间谍 被派到西德去了解一下风土人情 比如哪个地方有军事基地 美军在西德的驻扎情况等等 1947年九国情报局成立后 波兰的情报部门 基本等于克格勃驻华沙办事处 由于约瑟夫工作上述努力 科格勃授权他在德国发展下线 组建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情报网 但这个命令显然没有体谅到 约瑟夫的社会地位 虽然他是间谍听起来很酷 可是他在西德也不过就是个小司机而已 又没钱又没事怎么发展下线 他倒是想发展西德高层 可是以他的地位 能跟人家搭上话的唯一渠道 就只有漂流平了 所以虽然有了科格勃授权 但约瑟夫在西德晃到了十年 也没有发展任何人 到了60年代中期 科格勃坐不住了 给你授权你就要有成绩 不能总搞点编较料情报糊弄我们 你的下线呢 你的情报网呢 被红色KPI压到头上的约瑟夫 感觉走到了人生的达字路口 他又没有加西亚的想象力 实在没法编出一张情报网来 科格勃不仅要求他发展下线 还给他下了一个又一个变态任务 比如偷一架美国的F4战斗机 或者把北约飞机的导航系统搞过来等等 约瑟夫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组织上是不是对自己的能力有啥误解 但是他想起来 柏拉图的传人拉布拉多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不够心分手辣 怎配江山如画 于是他决定从自己的身边人开始 正好雷明格此时的状态也活得不太阳间 所以约瑟夫准备从雷明格开始发展下线 定他没想到的是 雷明格面对这个邀请没有半分犹豫 这个事太刺激了 他欣然接受招募 不仅如此 他还反客为主 接手了约瑟夫的所有任务 直接跟科格勃对接 远在卢比扬卡的科格勃们 被他搞得一愣一愣的 大家表示 从来没有见过机器性这么高的间谍 但是 主观能动性改变不了客观现实 这个儿俩依然没法偷一架飞机给苏联 雷明格和约瑟夫商量了几次后 觉得 至少我们得找个会开飞机的人吧 可是去哪里找呢 正当俩人发愁的时候 某一天 雷明格和约瑟夫在一家酒馆里打扑克 跟他们一起打牌的人 在牌桌上开始了胡植六少 说自己是金绿飞行员 空中格斗胜过黑魔鬼 短命相接不虚红难绝 世界上没有自己搞不定的飞机 听完他这一通吹 俩人对视一眼 这真是史克朗玉奋车 想啥来啥呀 俩人赶快对这位大哥慷慨解囊 折劫下交 一番打听之下 他们知道了 这位老哥叫沃尔夫·克诺普 从1956年就开始开战斗机 而他服役的诺伊堡基弟弟 有不少美军的先进装备 对着这样的人 不拉入口简直天理不容 哥尔拉每天请克诺普大吃大喝 几天后 雷铭格和约瑟夫对克诺普摊牌了 听说你们机场里有不少好东西 有人高价享受 你能不能顺一点出来 我们拿去卖钱 到时候你拿大头 我们哥俩喝个汤就行 正在如报仇血分般干饭的克诺普 听完这句话愣住了 然后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表示 没有人比我更懂机场了 No one knows about me 你们说吧 想带点啥出来 雷铭格听完后欣喜若狂 然后试探性地问道 你们机库里那些F4鬼怪战斗机行不行 一句话说出口差点把克诺普枪死 他说大哥你可能对我有啥误解 我不建议为苏维埃做点贡献 可我是想透了 不是活够了 那一架战斗机起飞时的噪音 能传出六七里地远 别说把他开到苏联 到不了东德我就成河了 你能不能变成这么大的东西 你挑一个好带的 雷铭格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于是他翻出了那本厚厚的任务脾记 几个人在上面挑挑简简 最终指向了一个目标 那个 美国最新款的小米蛇导弹 你能弄出来不 对于这个计划 克诺普大包大揽 说这晚上好弄 等哪天我叫你来 咱们开车拉走就行 雷铭格觉得 你拿军事基地当参加驿站呢 说拿东西就拿东西 咱们得好好计划计划 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 克诺普对他们的工匠精神 非常不以为然 表示 屁大个事你计划啥 找个晚上你们开车过来 我带你们把导弹拿出来 然后开车拉走 就这么个屁事 有啥好计划的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雷铭格和约瑟夫 努力的想说服克诺普 但是奈何他实在是有言不尽 没有他的配合 没见过基地的俩人 又没法做计划 最终只能相信他 在城里备好了车 等待着克诺普的召唤 1967年10月21日 雷铭格接到电话 克诺普告诉他 天气一暴明天有大雾 一头倒半 你们过来吧 于是 雷铭格挑了一辆低调的梅塞德斯 带着约瑟夫 于是雷铭格在车里待命 约瑟夫准备去跟克诺普接头 然后 你以为他会翻铁丝网躲红外线 不 克诺普联系到约瑟夫后 从基地里出来接到了他 两个人从正门进了基地 因为克诺普有通行证 他和机场的卫兵 都是食人部落BBQ 那是老熟人了 所以 基地里没有任何人盘问他和约瑟夫 两个人大摇大摆的 一路进到了机场武器库 到了武器库后 约瑟夫打开手电 拿出响尾蛇导弹的照边 开始找东西 结果还没找几秒 就被克诺普踹到一边 有我在你找个屁啊 那晚上不就在你左手边的架子上吗 扛起来咱俩赶紧跑 当约瑟夫来到响尾蛇导弹面前时 他也怒了 伊娜早没说他在体积 这玩意儿三米来长 得一百七八十斤的分量 咱俩扛着他冲到基地墙角 不用别人抓 累也累死了 克诺普说 这有啥男的 你等我一会儿 然后 他就自己去旁边的基地里找了个独路车 哥儿他把导弹装到独路车上 推起来就走 俩儿一路把导弹推到机场卫乡边 雷明格开车等在墙外 俩儿扛起导弹 一二三 走你 直接把导弹悠到了墙外门 看着差不多齐活的 克诺普说 你等我一会儿 我去还下独路车 过了几分钟 他把独路车放回了仓库 然后就带着约瑟夫大摇大摆地 从基地正门出去了 整个过程中 这个有着哨兵站岗 军权守夜 吉普车巡逻的德国空军基地 没有任何一个人拦截他们 不愧为冷战乔头包 对于克诺普和约瑟夫 你说他们算偷 他们是光明正大的进去的 你说算抢 他们没使用任何暴力 所以这俩儿的行为 只能被称之为拿 在外面等待着他们在雷明格 没想到俩儿 仅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完成了任务 由衷地感叹了一声 好快的男人 可是 他们面临了另一个问题 来的时候选车 没有考虑导弹大小 这辆车的后座是太窄了 三宾多长的导弹根本放不下 哥儿仨七手八脚的 把导弹往车里怼 可折腾到快天亮也没放进去 最后 约瑟夫终于扼向胆边生 一脚踹碎了车后座玻璃 把导弹顺着窗户放了进去 但是 这样就成了大半个导弹在车里 小半个导弹在车外头 雷明格于是找了块地毯 把车厂外的部分给包住 走 我们回家 克努府空军基地 距离雷明格的老家 大约400多公里 走高速也得4个多小时 哥儿仨在光天化日之下 开着辆漏半截导弹的车 一路安全地回到了雷明格的家 全程没有任何警察盘问 把导弹藏进地下室以后 几个人开始研究怎么办 东西是顺出来了 可是怎么把它们交到苏联人手里呢 走陆路 两德边境重兵把守 感觉有点难度 走水路 横渡波的地海 他们又没设备 咋办呢 此时的雷明格 一语惊醒梦中人 雷明格东西 你们想这么多 弯弯绕绕干啥 不就是送到莫斯科吗 发快递不就行了 在冷战中 虽然东西方对质严重 但苏联与西欧 并没有从物理上隔绝 双方的物流和民航沟通 始终保持着 所以雷明格的方法就是 把导弹拆成零件 通过航空快递 直接游到莫斯科 听完雷明格的计划 约瑟福表示你疯了 德军丢了导弹 难道不查 你用快递去计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雷明格一句话 就堵住了他们的嘴 所以我们得快点啊 趁着德军没发现 抓紧记走 几个人连夜行动 很快就把导弹拆成零件 装进了两个大箱子 然后走到了邮局 发了航空快递 在贴写申报单时 写的物品内容是 劣质金属 无论是航运公司 还是德国海关 都没有对这两包小件快递 产生任何意义 两包快递顺利的进入了 邮政系统 邮费75.25美元 物品价里来的属于是 把快递发走后 雷明格自己坐上了飞机 来到了莫斯科 每天在这里等邮局 把东西送到 可是他左等不来 右等也不来 难道事情败露了 于是他打了个电话 咨询了一下 原来当时的航空快递 发货的人不多 本着不跑空趟的原则 航空公司对快递进行了拼机 给雷明格拉导弹的那架飞机 先飞到巴黎 又去了哥本哈根 又回到了德国 凑齐了满机的货物后 才准备出发 最终 在比预期时间晚了十天后 德国方面 才把装着导弹的快递 送到了莫斯科 当拆开快递 看到导弹食物时 科科博官员们 集体目瞪口呆 本来 大家对于雷明格的经历 都是不相信的 俩人轻手力脚地 从正门进的军事基地里 把导弹拿出来 你这话哪个 叹极商用能信 可是 当导弹零件 真的摆在他们面前时 苏联特工们的世界观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大家纷纷对雷明格表示 我们不得不承认 作为共产党员 我们曾经迷信过科学 但你的行为 让我们知道了 啥叫大道之简 大哥我们服了 不久以后 在美国导弹的基础上 苏联推出了K13M式 新型公共导弹 这款导弹的性能上面 提升巨大 给了北约巨大的冲击 作为最重要的功臣 科科博没有亏待雷明格三人 他们给了雷明格 9.2万德国马克 加8500美元 这笔钱 差不多相当于 现在的50万欧元 雷明格不差点钱 但这个事让他感到很刺激 爽极了 那么 德国方面对这件事 是什么反应呢 答案是没有反应 因为他们压根就 没发现 在雷明格偷完导弹后的 足足一年多的时间里 德国军方没有任何反应 原因是 他们根本就没发现 自己少了一枚导弹 一年多以后 德军在清点仓口时 才发现仓库里 少了一枚响尾蛇 但是 他们依然没有怀疑 是被偷了 而是怀疑 是不是哪个飞行员 一不留神给掉海里了 在确认 不是飞行员搞丢的后 德军无法解释 导弹的不翼而飞 德国和美国 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他们很确心地认为 一定是基地高层 有苏联物理 双方应外合地 把导弹弄走了 于是 德美双方开始了 艰难的审查行动 基地内部人人过关 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而随着美国人调查的深入 他们逐渐发现 从这个基地偷东西 不比扫烟的共享单车 难多少 根本就不需要内应 如果说其他有漏洞的基地 是房子漏风的话 这个诺伊堡基地 简直就根本是个脚手架 可是即使这样 他们还是没办法 确认是谁偷了早饭 因为这件事 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当年又没有监控 调查组根本无从杀起 关键时刻 一个人绑了他们一把 在苏联领了赏金后 雷明哥直接回到了德国 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事 但他丝毫不害怕 反而觉得 自己天生就是做间谍的料 准备执行新资任务 他把钱分给了伙伴约瑟夫 和飞行员克诺普 约瑟夫拿到钱后 一如既往的低调 可是克诺普拿到钱后 开始到处搭杂币 每天花天酒地 不过按说这种情况 问题也不大 反正克诺普平时 也是一副大脑萎缩的样子 问题是 他依然没有改造 爱吹牛的毛病 吹牛还不算 1968年10月的某一天 克诺普在一家酒馆里喝醉后 吃个郎打哈去 臭嘴一张 原原本本地 把他偷搗蛋的故事 给酒吧里的人讲了一遍 很遗憾的是 他在听众里 有一名德国宪法保卫局的成员 吹牛的克诺普 被当场逮捕 第一时间被拎进 联合调查组里刑警 清醒以后 这哥们下的血都凉了 连大记忆恢复树都不用 就全料了 毫无心理准备的 约瑟夫和联明格 没有任何地方 直接被逮捕入狱 当完整地了解了 这件事的全过程后 参与调查的美军 也感到友邦警察了 盗窃罪和叛国罪 起诉了三人 而且法院判的刑期也非常低 1970年10月 联明格和约瑟夫 被判处四年徒刑 克诺普三年徒刑 在希德当间谍 判的就是这么轻 也难怪大家不把 当苏联间谍当回事了 可是 就这么轻的刑期 这仨也没有蹲上 克格沃听说他们仨入狱后 相当讲义气 立刻联系了希德 表示自己愿意用 手中的六个北约间谍来换 而且不用把他们送到苏联 放他们自由就行 希德方面觉得 拿着三个活宝 换六个间谍很合适 于是 1971年8月 导弹三人组成功获释 重获自由的雷明格 回到了家乡克里菲尔德 继续联系克格勃 表示愿意接着 为苏联埃的事业而奋斗 克格勃的大佬们 被他搞到心累 表示 您老还是歇歇吧 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日储备 能捞你 失去了人生目标的雷明格 只能继续过着他 昏昏恶恶的富豪生活 在1997年 57岁的雷明格 在比利时安特卫普 被两名刺客厮杀 原因据说是与毒品有关 就这样憋屈地 死在了地下停车场里 而犹太人约瑟夫 则在出狱后回到了波兰 之后再没有消息 也许是继续了特工生涯 也许是在某个地方安静地生活 至于最核心的人物 飞行员克诺普 出狱后的他 自然被开除除了德国军队 但是他依然控制不住 自己磅礴的表达狱 在艰难的忍了30年后 2003年 他的表达欲 终于如王八搬家憋不住了 他出了一本回忆录 名叫 《我星际战机飞行员和香尾舌导弹》的故事 遗憾的是 其销量大概还没有 我储备的头像收量多 不过 克诺普成功活到了最后 此时此刻 这位大爷 应该依然生活在德国波兹坦的某个地方 成为了这段 克格勃建制信商 中情局闻闻而落泪的历史 的唯一见证者